因為時間很早 所以我就跑來卡杜部落這邊 來探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地方可以拍螢火蟲 那應該是這一條啦 可是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網路上的資訊很少 今天晚上沒下雨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應該蠻有可能有螢火蟲 這地方蠻漂亮的 通常螢火蟲要有水的地方 所以如果聽到溪流聲 就代表說 螢火蟲就在附近了 下面那個好像沒什麼水 喔對了 因為今年都沒什麼下雨 所以導致今年的螢火蟲也少很多 我是覺得應該沿路就會有螢火蟲了 但是我想要看看這邊到底是哪裡 這裡有水了 那好 那我覺得這裡今天晚上應該 有機會有螢火蟲 好我先把這裡標起來 所以我晚上就是照著星空谷這邊走就可以了 好那我現在還找嗎 繼續往後看有什麼好了 卡杜部落越野 沒問題的 他的 他的軟身車本來就是跨界車 我們要跨界一下 好啦 感覺這裡 越後面越糟糕了 我要 準備回轉撤退了 因為我發現這裡有峭壁 有可能會有吐石流 入口就寫那個吐石流警告了 是不是有人在這裡偷露營啊 剛才上山的時候沒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舊的隧道 裡面包好可怕喔 這個應該封閉了 晚上他們露營區這邊就有點燈了 這邊有一個相逢部落 這個也是露營區啊 那上面還有一個星空谷 也是露營區 他會離我今天早上探路的地方比較近 所以假說 你想要來看螢火蟲的話 你可以搜尋那個星空谷 是星空谷吧 對星空谷露營區 然後他旁邊的路直接往裡面走 就是我今天探的路了 他是在 那個頭六九線道上面 大概頭六九七K的距離 大家都是來看螢火蟲的 那邊走進去就可以了 可能要再晚一點才會出來 想說我們車停外面就好 先錄 錄得到耶真棒 現在的話是拍起來會有點藍藍的 因為色紋還不夠 比較冷一點點 我等他都晚一點出來 我再開始拍照 ISO大概設在400到800左右 看你的是全部的話就設400 APS-C設800 然後給他曝光 3到5分鐘左右 然後看那個盈況的 情形 現在重點是 他們沒辦法曝到3到5分鐘 因為他們沒有線 另外一個就是 ISO給他開到1600 然後 每一張30秒 所以壓下去的時候 然後回去再多疊幾張 倒數2秒的 像我等下就要拿手機連線去自己計秒數 你現在光圈最大是3.5 我教你一張你怎麼對焦 你先把ISO調到AUTO 先對到焦之後再調到你要的設定值 ISO先拉到最高拉 6400也沒關係 其實跟幾年前比 今天還算少量 我是覺得可能 再過個幾天會好一點點 那今年真的玩很多 今天因為有潤月的關係 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要把潤月算 因為我去年在 在桃園 在三峽那邊 我去年上個月就拍到一堆了 4月初 4月初就很多了 那今年有潤月 看農曆比較準 啊 How long will you keep dry 好我們螢火蟲拍完了 那這一次有拍到很多不錯的畫面 然後有一個資深的大哥在看生態 他有教我們一些拍螢火蟲的知識 那拍螢火蟲大家還是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你不要影響到螢火蟲他們的交配狀況 燈要選紅色的 你沒有紅色燈沒關係 你可以去套個兩層玻璃子 那對於他們的交配繁衍比較不會有干擾 夜間攝影還是要有禮貌 你在進出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後面的曝光 你要走過去的時候提醒一下別人 讓別人知道說我可能要停止曝光 這樣子大家拍照的氣氛會比較好 我們現在在蝙蝠洞的第一個岔路口 那這個地方呢往下就是去蝙蝠洞 然後上面是觀音洞 要看螢火蟲的話基本上從這一段 一路往下到延伸下面那邊 等一下蟲都會跑出來 那我上次主要都是在涼亭附近以後 大概六年前來拍的吧 現在算是北部 這個禮拜算是拍螢火蟲最熱門的日子 這裡沒有人耶 對不對 多開心啊 大家都跑去那個礦場那邊集了 螢火蟲 所以你要常鋪耶 沒有我現在在露營 把你的露營 哇巨型螢火蟲啊 你趕快手機拍線 都破到群組 喔對 你要閃爍 你要閃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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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點五十分 現在大溪這邊已經 螢火蟲慢慢越來越多了 那因為我沒有接快門線 所以我目前是用連線的方式去 拍B快門 然後還要再拿另外一隻手機 去定時我的曝光時間 超蠢的 哈哈哈哈 然後羅賓跑下去了 現在GoPro什麼都拍不到啦 看來換到GoPro11 還是看不到螢火蟲 果然還是要換相機才行 essere說真的 005% 抱抱 我剛從 山峽拍完螢火蟲下來 要跟朋友去吃八條壽司 所以我要把車停你店門口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熊鳳那邊拍嗎 不是我們去蝙蝠洞 蝙蝠洞超多然後沒有人 好久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